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影片的主題呢 要來分享古龍風雲路裡面 前期超容易錯過的一個成就啦 叫做是讓司馬燕常常劇毒的滋味 那這個的話是懸賞任務 那而且是第一個是最簡單的 大部分你可能在第一張 第二張就處理掉了 可是這個成就呢 老實講 不多人解 又或者是不曉得怎麼解 那我自己也試了好幾次 那後來呢 才發現說 原來是要給這個司馬燕劇毒一直疊 疊到10重才可以 那前期的話呢 有一些招式像是 大地土長寶會有直煞手 或者是這個 漫天飛雨 那又或者是像我一樣 我就是土法煉鋼 就是直接去做那個寒積傘 寒積傘的話 在梅爾那邊就可以做得到了 那你只要收集毒材料 那一個是3重 那你只要給他疊3個 再隨便丟一個毒的道具 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在八方客棧 會有毒包子人物 你只要想辦法 給他疊到10重 那他就會說 馬的好毒 那之後再把他打死 這個成就 就可以解了 那以上呢 會附上我解的這個影片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為了這個成就苦惱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部影片了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感謝你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我想要不要再打死 然後再打死 就這樣 要不要再打死 如果要打死 就要打死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再打死 就這樣 就這樣 沒問題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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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